大家好,我是Mary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这件衣服衣袖的收针 以及详解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绣片 绣片的织法,在这里我们看 起针的时候呢,起了32针的这个螺纹针 然后中间A,B,A,这是一个花形 然后这中间是怎么进行这个布局的呢 这个右边是10针,大概6.5厘米宽 左边是10针,大概6.5厘米宽 那么32,刨去左右10针20针呢 那么就还剩12针 12针我们再加2针是多少啊? 那就是14针,中间这个位置,对吧? 总共,然后呢,32 因为你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加出2针来 就是34针,这是下边 然后我们看这个绣笼是怎么加针呢? 织多长? 首先这个螺纹这,织了8行 然后从螺纹往上,一共织了96行 43.5厘米到这个腋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斜度是怎么上去的呢? 我们看,是吧? 这个地方呢,就是织10行,减一次针减4次 然后再织8行,减一次针减6次 再往上织8行平针 那么总共算下来以后呢,是96行 达到43.5厘米的绣长 再继续看,这是A花形,B花形,A花形 在哪呢? 花样在下边,编织花样A,是两排麻花 花样B是一个单菱形,B品呢是一个双菱形 那也就说在左边B品是双菱形,这个右千金 左千金呢是单菱形,也就是我们看这个花形图 是不是两个菱形,这边一个菱形 然后再看这个绣片呢,我们看中间呢 A就是两排这个麻花,B呢是一个单菱形 然后上边又是跟A上下无印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接下来我们看绣片 这个是怎么收这个绣笼的 收绣笼的时候呢,两边对称,平收了六针 然后往上是需要剪针的 怎么剪呢?织两行,剪一针,然后剪八次 然后接下来呢,织四行,剪一次 四行一次剪一针,那么剪了六次 然后在上面再织四行平整 这样下来总共剪了多少呢?我们看看 剪了四十四行,大概这个绣笼的高度呢 从这儿到这儿,直了二十零级的高度 那么总共左右,你把它加起来了以后 一共剪了二十针 然后这个标识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 一二三四,看到吗?就是这个 并针,并针的时候呢,我们是边上各自留四针 在四针,直了四针以后 这儿,往这个方向收,往这个方向收 也就是说这个是右上二并一 这个是呢,左上二并一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袖子的图结 好,今天关于袖子的图结,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下节课呢,我们讲讲解门巾,还有这个衣领,以及详细的花形 朋友们,请收藏和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次的分享 好,朋友们再见 好,不管 我们下一个 还有一个 一